记者肖宇涵台北报道, 须富凯、蔡嘉琳接入为本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, 日前两人一起上八大最好听的歌, 节目上表示从小看歌厅秀长大, 其中对于天主持时, 让来宾挨巴掌的效果桥段印象深刻, 两人自曝先前愿望成真, 先后都被于天赏赐过巴掌。 须富凯、蔡嘉琳同为选秀 出身,进演一圈后有机会与偶像于天同台, 他们笑说,那时还很期待何时会被前辈长脸, 结果愿望成真,笑说, 倍感荣幸被前辈赏过巴掌。 主持人许志豪则说,难怪你们会红成这样。 节目将于周三晚间在八大播出。 须富凯、蔡嘉琳从小就喜爱于天在节目上的赏巴掌效果。 华氏提供, 须富凯、 左二、蔡嘉琳、 右二、 同为金学顺歌王, 两人日前一同登草雅文、 左、 于许志豪、 右、 的节目现场。 八大提供, 录影当天许志豪、 右、 生病发烧仍敬业上场, 让搭档草雅文相当心疼。 八大提供, 三人日前一同登草雅文相当心疼。 三人日前一同登草雅文相当心疼。